来看到桃园南侃西中央阶段再度变成泡泡河 回报局周出凶手竟然是某间洗车厂酿货 除了在国庆日当天 接着还在14号让南侃西漂浮大量的白色泡沫 也立即对这间洗车厂开阀并要求限期改善 一坨一坨巨型的白色泡泡全集在桃园南侃西出水口的位置 体积惊人 风一吹零碎的泡沫飘啊飘的还飘到步道上 连小狗都忍不住回头就怕遭到泡泡攻击 到底是谁污染了南侃西 环保局马上追查 因为国庆日当天南侃西的中央阶段也曾出现泡泡河 一查两回都是同一间洗车厂排放的废水实在很离谱 这个水是大家维护大家的健康 这样不像厂商这样是很过分 像泡泡人家在运动的时候泡泡飞的满地 民众心情当然也是不好啊 这个一定要人家惩戒 南侃西一周连续遭两次排放白色泡沫 这责任一定要追究 因为国庆日当天还有工地因开挖地下室 让大量的黄泥水排入南侃西 辖区内河川污染一件接着一件 让机查人员疲于奔命 也有人建议是否能广设监视器 还有AI环境污染辨识系统 让大家都能有个干净的河川 这里住场桃源采访报道